台上演魔術秀底下游客看起来 稀稀落落 屏东老牌游乐园还没出现廉价人潮 反而出现了网路抱怨文 游客生成花了1400元 用逛废墟三个字当感想 花钱入园的结果气炸了 从动物到园区设备通通抨击一遍 实际来到园区游客的感想是 下次还会不会来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那个 每个人的那个价值观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我来家这边非常享受 有人不想再给机会 也有游客觉得环境不错 正反评价通通都有 不少设施前挂牌暂停使用 而面对游客的负评 业者坦言正在转型中 老牌游乐园经营不如预期 一度传出跳票欠星 还因为出租场地 遭假借聚会聚赌被警方查气 游乐园在屏东潮州 已经有30多年历史已经转让 准备转型生态露营园区的过程 再惹争议 三地圈朱俊杰 翁玉丸 屏东报导